台北市在今天一口气公布了三例确诊者的足迹 其中两例跟台电职场群聚 以及北投职场群聚案有关 而其中包括了台北捷运的松山 新店县 淡水信一县 文湖县等六个捷运站 还有就是南港的两座公园 以及在士林的某一个国小都出现了确诊者的足迹 而确诊者也曾经两度造访在文山区的一间汤包店用餐 餐厅停业三天 并且暂停内又十一天 不过消息一传出 都让附近的店家跟居民吓了一跳 北市文山区新隆路上的汤包店铁门拉下一半 门口贴出为了配合消毒18至20号停业三天 事出突然附近店家还不知情 他们铁门为什么关下来 因为他平常早上声音很好 对我们的声音会有影响啊 因为这个就在隔地就在这一条啊 这样已经声音就已经很糟糕了 然后再加上这样的话 大家都会担心 也会担心啊 如果足迹的话一定会影响啊 对啊 会比较小心啊 就可能客人没戴口罩就可能要先戴之类的 北市府19日公布三例确诊者 案1599116001分属北投台电职场存距 案15992感染源代离亲 11至16日足迹除了前往汤包店用餐两次 去过士林设子国校 还有南港两个公园 有确诊个案在8月15日上午是先来到了南港公园 接着在下午的时候再前往附近的玉城公园 在两个地方皆待了一个小时以上 确诊足迹还到过北节松山新电县 淡水信义县 文湖县等六个捷运站 两度搭乘682路线公车立即展开清销 通知捷运公司立即来做环境的清销 汤包店也依规定在通过卫生单位的通知之后 除了做环境的清销也会完成三天的停业 后续的11天也就不提供内用 目前足迹场所都已完成清销 也提醒曾出入相关场所的民众 注意自我身体状况 接着战区的卫城台报道